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來到看風雲節目 我是美玲 今天和大家談一下 習近平與軍中高層內鬥不息 日前晉升兩名上將 其中有內情 趙樂際在博鵬倫壇信口開河 難玩經濟頹勢 北京只是扮了一天突然變樣 應萬富翁達利歐指出 中國面臨一場百年一遇的大風暴 習近平28日晉升兩名上將 他們是軍委政法委書記王仁華 和國防大學蕭天亮 按照慣例 軍委政法委書記一職 通常都是中將 王仁華為何可以獲得颱格提升 分析認為 這應該和中共軍隊的整肅有關 王仁華主管軍事法庭 大量軍官通過軍事法庭 受到處理 王仁華完全按照 習近平的指令行事 意外得到了習的獎賞 3月28日 中共中央軍委 晉升上將軍閒儀式 在北京八一大樓舉行 習近平出席了晉閒儀式 蕭天亮是中共國防大學校長 通常都是上將 所以蕭天亮被晉升為上將 不叫做意外 她去年2月就已經接任國防大學校長 一年後才晉升上將 實際上遲了一年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分析說 蕭天亮是劉亞洲當年 在國防大學任職政委時的舊部 習近平還用她 說她是因為她在國防大學清理 劉亞洲餘獨有功 劉亞洲由2009年12月起 任國防大學政治委員 2017年初未到年齡提前退役 而蕭天亮在此期間 歷任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 副主任、主任和校長 二人交集時間比較長 和蕭天亮同時晉升的是 軍委政法委書記黃仁華 按照中共軍改之後的規定 軍委政法委書記 通常都是中將軍閒 黃仁華的前兩任 李曉峰、宋丹 也都是中將軍閒 那麼 習近平為何破格 將黃仁華進升為上將 評論人士周曉輝分析說 一個原因是黃仁華 負責的部門 審理了眾多被拿下來的將官 可能和這個有關 去年 火箭軍出事 國防部長李常福和裝備部 若干主官 也被以貪腐的名義拿下來 過去一年 黃仁華主管的軍事法院 軍事檢察院 應該非常繁忙 按照習近平的意思處置將領 而黃仁華極有可能獲得了 和中南海高層直接接觸 匯報工作的機會 為了獎勵黃仁華的忠誠 習近平才破格將他進升為上將 另一個原因 可能是為發動的台海戰爭做準備 就是通過提升黃仁華的地位 提升軍隊正發位的地位 加強戰時對軍隊的維穩 防止或者緊急處理 叛變的將官 評論人士中原站民表示 中共所謂的貪腐 應該不是真正的問題 否則大多數將領 怕者都會被抓 真正關鍵在於是否對習近平忠誠 習近平公開晉升黃仁華 恐怕也是故意為之 以此警告諸多將領 誰若然敢有疑心 下場是同樣的 軍隊哪些將領出事 外界可能難以知道 但軍隊內部一清而楚 習近平將黃仁華當作粗刀鬼 還公開掌賞 其效果已經不僅是殺雞儆猴 就是要令各級將領人人自危 這段時間以來 中共軍隊高層 明爭暗鬥 亂象頻發 引發外界關注 在3月5日全國人大閉幕式 央視新聞中沒有看到中央軍委 政治部主任苗華 在接著的報道中 也沒有他的名字 在中共兩會這種重要場合 苗華多次隱身 顯示很不正常 不過 苗華星期四在北京八一大樓 出席了兩名上將的晉升儀式 這樣表明苗華政治上暫時過關 習近平 由上年兩會以來 查辦了包括離常福在內的一批高級將領 其中不少人是張優俠的救報 但是 張優俠在軍隊高層中 資歷最深 又是唯一有實戰經驗的人 在軍隊的影響力比較大 所以習想整張優俠 也不是很容易 1月28日 中央軍委 舉行慰問駐京部隊老幹部認新年文藝演出 當時習近平和張優俠行入會場 沒有一個著軍服的軍官向習敬禮 但是有不少軍官向張優俠敬禮 習近平和張優俠之間的裂痕已經產生 中共軍隊高層內鬥已經公開化 3月26日至29日 波奧亞洲論壇2024年年會 在海南波奧舉行 中共人大委員長趙樂際在論壇宣稱 中國將為世界經濟復甦注入強大動力 承諾中國大門只會越開越大 不過有專家認為 中共的這些承諾基本都不會兌現 世界各國正在尋找其他生產基地 和轉移供應鏈 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參加波奧論壇都有哪些國家? 據報導 有哈薩克斯坦、諾魯 斯里蘭卡、多米尼亞、柬埔寨 還有俄羅斯等 大部分都是西國窮國 諾魯人口只有一萬 剛剛和台灣斷交 現在走來中國應該是來拿錢 斯里蘭卡早就落入中共一帶一路的陷阱 國家已經破產 多米尼亞是一個太平洋的島國 人口只有7萬 相當於中國一個鎮仔的鎮長 評論人士張天亮表示 中共搞這樣的波奧論壇 彷彿就好像世界丐幫大會 習近平就是丐幫幫主 28日趙樂際發表了 將近20分鐘的主題演講 說中國將進一步開放市場 投資中國就是投資未來 中國開放的大門 永遠不會關閉等等 外界認為趙樂際的這些說話 說得很假 難以兌現 台灣南華大學教授 孫國祥表示 雖然趙樂際說 中國更加會向外國開放 但是目前中國經濟 所面臨的問題 沒辦法引領 整個亞洲區為經濟整合 他認為趙樂際的說話 都在呼應習近平 在兩會當時 說的所謂發展新質、生產力 這個新名詞的出現 是中共幫自己打強心針 換言之 中國大陸其實已經 面臨經濟染染一息 政治不斷打強心針的情況 博鴻論壇 往年大多是由中共國家主席 或者國務院總理發表演講 今年安排趙樂際出席 這樣的安排比較奇怪 因為趙樂際之前是中紀委書記 現在是人大委員長 從來都沒有在中央管理過經濟 中南海高層的分工 引發外界質疑 外界看到李強的活動 連續被取消 很不正常 之前李強缺席了中共兩會後的記者會 近日又缺席了中國發展高級論壇 以前又缺席了波奧論壇 這些都是需要總理出席的場合 但是李強的位置都被人搶了去 張天亮認為習近平在刻意羞辱李強 有人或者覺得很奇怪 李強早就認低位 習近平為什麼還要羞辱他 張天亮分析說 在白紙革命發生之後 外面普遍傳言 是李強勸習近平改變了當年的封城政策 這件事令習近平特別不受落 我覺得習近平由此就憎恨了李強 相關消息流出來的時候 是上年一月份 習近平想再換總理已經來不及 因為三月份就要開人大 所以習近平還是被李強做總理 不過由那次之後 李強就一直被整股 估計直到二十一代之前 李強都不可能有什麼好日子過 趙樂際在南海波奧論壇大港開放 習近平27日在北京親自回見 十幾位美國商界領袖 也向華爾街大佬展現開放姿態 習近平邀請美國企業繼續投資中國 還承諾進一步改革 但是只不過一天之後 中共國安部就發表了微電影 片名叫《警惕隱蔽的調查》 暗藏國家安全風險 要中國民眾警惕境外間諜情報機關 以調查諮詢活動作為掩護 意圖攝取中國重點領域洩密資訊 賦予百姓撥打電話檢舉反應 這部微電影全長8分22秒 被拆分為4個段落播出 有分析指出 就在習近平 剛剛對外資釋放出 諧許善意的第二天 國安部就公開拆台 一方面看得出中南海內部混亂無罪 另一方面 也再次展現了中共當局對外資的真實態度 台灣雲林科大教授鄭正炳說 習近平親自上陣 對他正心挑選的外資企業領袖說 很多是虛假說話 說什麼融合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但實際上最大的問題 就是安全的問題 地緣政治的衝突 習近平沒有在這方面做出承諾 最近中共在南海、東海 軍機船艦出動的數量都在升高 外資不只是聽你說 還要看你的行動 習近平不願意放棄與普京的結盟 又不願意放棄要所謂統一台灣的企圖 不願意降低對台軍事部署 在地緣政治影響下 中國經濟只會越來越差 坐擁億萬身家的對沖基金 喬水創始人瑞·達利歐表示 中共當局應自力於解決債務問題 否則可能會像日本一樣 經歷十年經濟停滯期 達利歐這個星期三 在社交平台領應指出 中共正在面臨一場 百年一遇的大風暴 中共政府需要立刻解決債務問題 否則加上房地產市場低迷 就業困境 股票價格下跌等諸多挑戰 中共很可能會和1990年代的日本一樣 面臨非常嚴重的經濟停滯 他表示 在我看來 解決債務問題 在兩年前就應該做 若不做 可能會令中國經歷失去的十年 好 今天就和大家談到這裡 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 還分享給你的朋友 世事變幻笑看風雲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MING PAO CANADA